上次讲到郭靖 被深鲜老怪追到有一个地洞 正是走投无路的时候 洞里头有个女人出手 打走梁子翁就救了郭靖 原来这个女人下半身是不能动的 又要靠郭靖背她出来地洞才行 郭靖就背了她出来地洞 那个女人就问郭靖的师父是谁 郭靖就说 她师父是江南七峡 又说她跟全真教个马玉学个气功 那个女人听完就叫她先坐下 郭靖就背着女人一起坐下在地上 这个时候女人在袋里扔了卷东西出来 就放到地底 郭靖就跌了月光 见这卷东西扔了一把劍仔出来 她觉得一把劍仔很熟 不知道什么时候见过的 她就拿起来看看 占这把劍仔南光闪闪 劍柄握手那里就刻着杨康两个字 哦 没错了 十二年前自己就用这把劍仔 吉死同事陈延峰 哦 那么是了 那为什么把劍仔就刻着杨康的名字呢 原来当年长春子邮柱姬在牛家村结析了杨铁心和郭少天之后呢 就一人送了一把劍仔给他们 那当时杨铁心和郭少天就约定 以后他们生下的小孩如果是男的就结为兄弟 如果是女的就结为姐妹 如果是一男一女就结为夫妻 那说完之后啊 他们两个呢就交换劍仔作为信物 故此刻着杨康的那把劍仔呢 后来就在郭靖那里了 小时候啊 郭靖就不懂杨康这两个字的 不过这把劍仔他是见关见熟 认得是自己的 他现在懂得字了 看着劍柄那里就想了 杨康 杨康 好像很熟耳似的 他醒不起而已 其实刚才在王妃家屋里 他已经听王妃讲过袁颜康 说袁颜康就是杨康的 但是现在他想不起 他拿着把劍仔想想想 那个女人就一手抢话了 好 你认得这把劍仔是不是啊 如果郭靖是聪明的 那懂得话头醒美的 就即时会转转看着这个女人 那他就不用搞得这么大势 但是他这个人是死固固 不懂转弯的 他心就一末想着 人家救过自己 就肯定是好人来的了 于是乎 男人家没有见 就连这把劍仔都不见 大姐 大姐 你为什么牵着我 你为什么牵着我 哥你 remos 突然被那個女人勾緊的頸 勾到他氣絕 他就馬上拿著手去拉 誰知又被那個女人捉住手腕 這個女人捉住她的手 才勾得他沒那麼緊 從她背部就滾到地上 坐在地上就說 年輕人 你看看我是誰 郭靖被他捏得眼花花 頂頂神 轉頭看著 不望猶自可一望就嚇到魂飛魄散 只見這個女人長髮披肩 臉色乎乎乎乎 合上雙眼 盲的 此人正是黑風雙殺 鐵絲梅超風 郭靖現在想走了 遲了 頸又被人捲住 手又被人捉住 對了 郭靖最後見到梅超風那次 是在蒙古的 為什麼現在 梅超風又會在趙王府裏頭 原來是這樣的 十二年前 梅超風 陳彥峰兩夫婦 在蒙古一座方山道 練九陰白骨爪 剛剛被江南七怪撞到 大家一打起身 梅超風 梅超風就被柯鎮惡的毒靈打盲雙眼 陳彥峰就一時大意 被郭靖錯手刺死了 當時梅超風趁著天黑看不見東西 又下大雨 就抱起陳彥峰的屍 滴到落山 躲起來 後來 他在陳彥峰的身上 摸到一把劍 這把劍 就插在陳彥峰的肚子那裡 剛剛是陳彥峰的練門地方 梅超風拔了一把劍仔出來 就想說用他來自殺 誰知摸到劍柄那裡 就刻著楊康的名字 他的心就想了 不如找這個楊康殺了他 為丈夫報了仇先 然後自己再去死就更好 那梅超風和陳彥峰呢 本來是跟桃花島的黃藥師學功夫的 誰知他們兩個學藝未成 就暗中私通 後來驚著被師父知道 就索性偷走 臨走的時候 他們就順手牽揚 拿著師父那部武功秘本 這部武功秘本叫九陰真經 是上下兩步的 真經裡頭記載著道家極高極高的功夫 上部是講修練器功 下部是講練功夫的 他們偷的那部是下半部 出來之後 他們就照著練 因為武器功做基礎 他們只能夠選來練 這樣練了幾年 他們出來江湖都很登手 得了個黑風雙殺的稱號 陳彥峰現在死了 梅超風想要為夫報仇 就更加需要那部九陰真經 要來練功夫 他記得陳彥峰臨死的時候對他說過 說那部真經就燒了 不過真經的秘要在胸口那裡 他就馬上摸到陳彥峰的胸口那裡 那裡書紙之類的東西就沒有了 不過那裡的皮肉就粗粗粗粗粗 認真摸摸一下 哦 原來陳彥峰把九陰真經的秘要 用針刺在胸口裡 有志有途 好像別人的紋身一樣 對了 陳彥峰為何要這樣做呢 很簡單 他怕著一部真經被人拿到 就把秘要刺在身上燒了一部玄經 他這樣做都很絕的 他師父黃藥師這麼好本事 一樣被他們偷了一本真經走 那又怎能說到別人不來偷他們呢 所以他這樣做 那本真經奉止不會傳出去 所謂人在經在人亡經亡 梅超風知道秘要所在 就用把劍仔 慢慢拎開陳彥峰胸口那塊皮 然後把那塊皮 用藥製好它 就隨身帶著 哈哈 講起這些東西 就真是無巧不成書 如果陳彥峰不是把真經這樣似在皮肉上 那梅超風盲了 就算被他拿著那部九陰真經 也只是只會恨 是不是 那刺落那塊皮又不一樣 梅超風摸得到 等於盲人摸盲字一樣 沒有問題 那晚 梅超風就怕被江南七怪搜到 就找了個山洞躲起來 一躲就躲了兩天 就餓到鼓鼓聲 到了第三天 他聽見有一隊金兵經過 就出來黑食做黑衣 那這隊金兵呢 就是陸王爺袁顏洪烈帶隊的 他是來蒙古辦完事 就回去京城 袁顏洪烈見這個盲婆可憐得罪 就收留了他 還帶他回王府 讓他在王府打理一下花園 那從此之後 梅超風就日頭做事 晚上就偷偷地練功夫 有一晚 他練一下功夫 就被小王爺元顏康見到 他連續幾晚來 一定要求他 要他教功夫 那梅超風就沒有辦法 不斷就隨便教了幾招給小王爺 誰知小王爺一學就懂 梅超風就很喜歡他這麼聰明 以後就每樣功夫都教一下他 連九陰白骨爪 吹心掌這些絕門功夫都教了他 不過他就聲明過 不讓袁顏洪說他教過武功 故此袁顏洪的功夫 是以邱柱基教的全真教功夫為主 又夾雜著梅超風的陰毒功夫 對了 梅超風又怎會搞到下半身不能動呢 原來在上兩年 梅超風聽說王爺元顏洪烈又要去蒙古 他就叫小王爺元顏康回去幫他求情 希望王爺帶他去蒙古 王爺就答應了他 他去蒙古 王爺元顏洪無非是想找江南陸怪報仇 後來江南陸怪和全真教的玉陽子馬玉 就冒充全真七子嚇走了他 知道他沒有吃虧 臨走的時候就騙馬玉講了兩句練內功的秘訣 分分王府之後 他就靜靜地挖了一個地洞 躲在裡頭苦練內功 唉 練內功沒有人指點就很牙煙的 他練了一段時間 練到前兩天了 他就急於求勝 誰知道道氣到丹田那裡就走不了 下半身就當堂不動 他在這裡練功就沒有人知道 這次想著等死都可以 誰知又有這麼巧巧 郭靖被人追追蝦掉到這個地洞 不知頭不知路就背了他上來 好了 梅超風這次冷手撿個熱戰隊 那個殺夫仇人自己送上門來 歡喜到他喀喀聲狂笑 哈哈哈哈 老公呀老公 我幫你抓到個仇人 這些是天意 天意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梅超風呀 笑得好像發狂一樣 右手突然一哭著郭靖的頸 啊啊啊啊 郭靖呀在這個生死關頭 他反手就拿著梅超風的手 出力想拉開他 他學過馬玉延門正宗的內功 又修煉過幾年 耐力都不差得了 梅超風哭他不死 還反而被他拉開手 梅超風就當堂嚇了一跳 咦 這個小子挺好功夫的 他一聲怪叫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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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起手掌就要拍到郭靖的頭殼上 這手是他的絕招 吹心掌 郭靖的左手又被他抓緊 怎麼化開這一招呢 他博行老命就舉起左手 硬硬擋著頭啊 梅超風一掌就拍到郭靖的手裡 咦 他自己覺得整個手震幾震 他突然間醒氣了 咦 這個英俊挺好內功的 我練習內功沒有人指點 搞到走火入魔半身不遂 咦 他又想了 先頭這個小子 說他跟馬玉學過內功 那我不如逼他說內功的秘訣 那有了內功啊 那我就不憂練不好功夫了 唉 剛才一尾掛著跟老公報仇 差點殺了這個小子 他就馬上收回手 一哭又哭回著郭靖的頸 他就說了 啊 你刺死我老公 這次你啊 不用知道有命走啊 不過 你如果肯聽我說呢 我就比你死得舒服些 如果硬頸不拍檔呢 我就慢慢來收你 把你十隻手指 逐隻逐隻用口咬斷它 慢慢照 嘿嘿 說不好聽啊 他在地洞裡餓了幾天 整隻餓鬼那樣 真是想吃郭靖的手指 郭靖就打了個爛針 梅超風又問他說 肉羊子馬肉教你打坐的姿勢是怎樣的啊 哦 郭靖這次明白啊 原來他想我教他內功 等他將來去害我六位師傅 想創他的心啊 我死都不教他 郭靖想好了 他閉上雙眼不回答他 梅超風 左手出來插插郭靖的手 哇 郭靖左邊的手 好像被拿刀割的那樣痛 知郭靖不是那些貪生怕死的人 他跌在心裡等死了 這樣一來 還嚇到梅超風 他見郭靖這麼硬頸 就唯有放開手 跟他商量這樣說了 好 年輕人 我答應你 讓你拿些藥回去 交給王柱一救他一命 好嗎 郭靖心想 是呀 裸藥救人才是最重要的 幸好他下半身不能動 就算我教他一些內功給他 我六位師傅都不優打他不贏 於是他就答應了 好 你發個誓 我就教你了 梅超風歡起聲都震了 好好好 聖閣的 如果你說了全真教的內功方法出來 我 我梅超風 如果不讓人送進去王柱一道 到時我就躺在這裡不能動 這樣行了吧 年輕人 他剛剛說完 忽然左邊十幾二十像遠道 有人大聲喊 臭妹釘 快點自己捐出來 快點 郭靖一聽 是三頭交喉湖通海 又聽見你一個人回答 這個臭妹釘 一定是躲在左邊 臭妹釘 你死定了 你跑不掉了 哦 這個是鬼門龍王沙通天 這兩個惡爺呢 一路走一路說 就走開了 郭靖又想了 哎呀 咒忌 原來黃蓉還沒走的 哎呀 如果被他們找到就糟了 郭靖心掛掛 哎 還是還是 要梅超風做多一件事才行 他又再說了 大姐呀 你還要答應我一件事才行 不是你就算打死我 我都沒有說秘訣的 啊 你這個人 真是人心不足 還有什麼事啊 快點說 我 我有個好朋友 叫 叫阿勇 他被王府幾個武功很強的人追緊 你 你要幫他脫身才行 哎呀 我怎麼知道現在他在哪兒啊 你不要口水多個茶 快點說點內功秘訣出來 快點 然後他就右手撈緊郭靖的頸 郭靖又被他撈到上氣不接下氣 不過他死都不肯讓步 你 你夠不夠 除你 講不講 除我而已 哎呀 氣得梅超風 砰砰聲 之後武術了 除非不學全真教的氣功 一下子掀死他算了 他又說了 好了 又算你一次 唉 唉 想不到我梅超風一輩子 說了一就一二就二 今天被你這個臭小子來疏擺 那個姑娘是不是你的情人 整隻多情種 我說明給你聽 我答應救你的情人 沒有答應放生你的 郭靖見他答應了 唉 反正自己死定了 救到黃蓉就行了 他心一高興 就抹大喉嚨喊 阿蓉 阿蓉 沒有怕的 來這裡 沒有怕的 叫了兩聲 身邊的玫瑰花嵩 那裡 便供了一個人出來 靖哥 我早就在這裡了 哦 原來這個人是黃蓉 郭靖開心了 就馬上說了 阿蓉 你快點過來 這位大姐答應救你的 你沒有怕別人抓到你了 快點過來 黃蓉正說 駁在花林那裡 駁了很久了 聽到郭靖為了他的安全 連自己的命都不顧 就很感激郭靖 眼淚混了 他突然對梅超風就說了 梅若驊 你還不快點放了郭靖 哦 原來梅超風小時候 是叫梅若驊的 後來他父母死了 就去桃花島學功夫 黃藥師師傅 就幫他改了個名 叫做梅超風 故此 江湖上 個個都叫他梅超風 就沒有人知道他還有個名 叫做梅若驊 現在梅超風突然間 被人叫他學師前的名 整個惡然 你 你是誰 黃蓉跟著就念了一副對聯 完了 桃花影落飛神劍 碧海潮生 岸肉燒 我姓黃 自己梅超風 還加驚慌 是你 是你 你什麼 東海桃花島的 譚子豐 清陰洞 綠竹林 士劍亭 你記不記得 原來這些地方 都是梅超風學功夫的時候的地方 這個人這麼熟 桃花島的呢 他就問了 桃花島的黃 黃師傅 是 是你什麼人 黃蓉就接著說了 好啊 你還記得我爹 他老人家一樣掛著你 要親自來見一下你 梅超風一聽 想說走人 誰知道下半身坦了 走不了 當時就嚇到臉如肚色 牙膠就吸聲響了 咦 怎麼這麼驚師傅的呢 肯定 當時武林中 有五個最高武功的人 號稱東邪 西毒 南帝 北黑 中神通 他師傅黃藥師 就是東邪了 他偷了師傅那本九陰真經 外圖 師傅找到他 他還不死 梅超風突然聽說師傅來找他 就害怕了一輪 想想 他又醒了 咦 師傅發個誓 不走出桃花島 他怎麼會來這裡 我和陳彥峰偷了他的武功秘本 他都說一尾生氣 沒有出島來追我們 嗯 這個妹釘 會不會來騙我呢 黃蓉見他想想想想的樣子 事不宜遲 咦 左腳一碰地下 跳起成像高 在空中 呼呼呼呼呼 就連續轉了兩個180度 跟著凌空徽掌 向著梅超風頭殼就拍下去了 這一招正是洛英神劍掌的江城飛花 黃蓉一字打下去就一字講了 這一招我爹教過你 不記得了 咦 梅超風聽黃蓉在空中做動作的風聲 已經知道他真是桃花島的人 舉高手輕輕隔開黃蓉就說 師妹 有話慢慢講 師傅呢 啊 黃蓉一落地 什麼都不說 一手扯了郭靖過來自己身邊 咦 原來這個精乖伶俐的姑娘仔 就說桃花島賭主黃藥絲的獨生女黃蓉 這個黃蓉臨出生的時候 他娘因為做了一件事 用神過渡就難產死了 後來他爹黃藥絲 因為被梅超風和陳彥峰偷了一部九陰真經 一氣之下 就把所有的徒弟挑斷腳跟 就趕了他們出島 那桃花島上呢 就剩下他父女二人雙依為命 黃藥絲有名叫東邪 他做事很古怪 就靈寫不同人 他經常說 世上的禮法規矩 多數都是用來裝假狗放狗屁的東西 他又疼過女兒了 那自自然然 就沒有什麼管束黃蓉 那種到黃蓉相當刁蠻 黃蓉雖然那個人很聰明 又不肯專心練武功 那樣樣都是柴蛙蛙 只他父親最精的陰陽五行 算經術數呢 他就反而樣樣都要學 加上他年紀又小了 雖然父親是一代宗主 武功已經好到出神入化了 但是黃蓉對桃花島的武功 才剛剛是入門 那他為什麼出來這麼久都不回桃花島呢 原來有一天 黃蓉在桃花島那裡玩 就見到父親找了一個人在山洞裡 他百無聊賴 跟那個人聊一下 一聊就好好聊 以後有空就去找那個人聊天 沒多久就被黃藥師知道了 就罵到黃蓉一隻劇 黃蓉是習慣的 從來都沒被爹這樣罵過 一生氣起來 刁蠻氣又發作了 居然坐船離開桃花島 他離開桃花島之後 自探沒有人愛惜他 就特地扮成爛身爛洗 四圍流浪 其實他這樣做是想和父親鬥氣 他想著父親不疼我 我就做個乞丐子算了 後來在張家口那裡 就無意中撞到郭靖 初時他在酒樓裡亂花他的錢 是將自己對父親的怨氣 拿來出在郭靖身上 誰知郭靖一點都不自在 就任何不生氣 他們兩個人說話頭機一見如故 郭靖還送了一件貂皮衣 和一匹保馬給他 他一個人孤零零流浪了一排 就真的說不出這麼淒涼和寂寞 德國靖對他坦誠相待 就肯是很感激 所謂渴時一滴如金露 最後添杯不如無 他們兩個就成為知己 黃蓉在桃花島的時候 聽爹說過陳彥鋒、梅超鋒的往事 所以他知道梅超鋒小時候的名字 叫做梅若驊 至於桃花影落飛神劍、碧海潮生、按玉燒 這兩句是桃花島士劍艇裡的一副對聯 講的是黃藥師兩門最好的武功 凡是桃花島的弟子都沒有說不知道 黃蓉知道自己的功夫拍馬都趕不上梅超鋒 所以他就說謊 騙他說黃藥師來 果然一嚇梅超鋒 梅超鋒就放了郭靖 各位 他們兩個又能不能走呢 明天再說 好棒 我們下集中了 好棒 好棒 好棒